江部观光局把2019年定为是小镇漫游年 选出了全台湾30个经典小镇 包括了苗栗 宜兰 台北 台南等 都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地方 而台东的成功镇呢 也被列入这个行列了 成为30个经典小镇之一 先府办理的热气球光雕 华康自体与政工所一起设立的成功游变局 地方上各族群的联合封面记 还有美食掏客们最爱的各式海产等等 这些都是成功镇上 让民众与游客们感到印象深刻的地方 而交通部观光局为了提倡联合国世界观光组织 所提出的永续观光的目标 并将2019年定定为台湾的小镇漫游年 要让全世界的游客都认识台湾的各个小镇 进而喜欢台湾 前来体验并向往台湾 观光局从11月8号到26号 进行了经典小镇的票选活动 在这过程中 还有神秘的秘密客 来到各个地区进行现场勘察 评分 透过冗长的临选作业 总共选出了30个经典的小镇 包括头城 大稻城 瑞芳 北港 盐水 东港等台湾知名的小镇 其中台东的成功镇也名列在内 交通部观光局希望透过领选出来的台湾小镇 来吸引国际观光客以及国内的游客 尤其是去过还想去 户地重游的回头客 以及没有去过但非常想去的手游族 真正让游客体验台湾特色小镇的漫游 带动小镇创新 创意与创业 进而准备台湾的旅游环境 并且提升各项的服务品质 记者安协伦 陈公正报导